FINANCIAL TIMES REPORTED OVER THE WEEKEND THAT CHINA TESTED A NUCLEAR CAPABLE HYPERSONIC MISSILE IN AUGUST THIS YEAR THE FOREIGN MINISTERY CONFIRM THIS 世界上有多家公司都开展了类似实验航天器返回前分离的是航天器配套装置将在陨落大气层的过程中烧毁解体落于公海海域 中国将和世界各国一道为和平利用空间造福人类共同努力 确认一下路透社 所以那个金融时报的报道是说这是一个超音波的这个导弹 您说的是说这个金融时报的报道指的不是一个导弹是一个航天器您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